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薛佳宁竟宣布出嫁时怎么回事 昨天薛之谦和高磊心复合的消息传出 不少网友喊话胡歌和薛佳宁复合 小编发现现在只要有明星公布恋情 胡歌上热搜 网上还有传胡歌 前女友薛佳宁竟宣布出嫁 因电视剧粉红女郎红吉一时的演员薛佳宁 与胡歌的恋情曾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如今两人却劳烟纷飞 结束了这段爱情 日前 薛佳宁在经为自己的新剧造势 也被媒体 记者追问起这段 无疾而终的昔日恋情 薛佳宁比胡歌大四岁 二人在2004年音拍 设电视剧天下无双是相识 2006年2月正式确立恋人关系 虽然很多人对这段感情并不知晓 但两人却十分投缘 当年胡歌出车祸时 薛佳宁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养病期间 胡歌也住在薛佳宁家 由他悉心照料 而为了照料胡歌 薛佳宁还不惜停掉了医 年的工作 不接拍任何影视剧 对于与胡歌的这段恋情 薛佳宁仍旧十分回避 但他默认了自己已结束恋情 恢复单身的事实 并坚称对方不是胡歌 他说我是个在恋爱时很认真的人 不会随随便便就投入到一份感情中 将来如何还是要看缘分 而目前正在恒电拍戏的薛佳宁在位 记者问姬胡歌 说他最难忘的就是你的问题时 也脱口而出我也是 至于还有没有可能复合 两人均是一 口同声地表示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薛佳宁胡歌分手的真正原因 早年在胡歌遭遇车祸时 当时的女友正处于事业发展高峰期的薛佳宁 放下手头工作 专心照顾受伤的胡歌 也由此时这段恋情得也曝光 之后俩人和平分手 胡歌与薛佳宁的这段感情 也让大家唏嘘不已 分手后的两个人依然是朋友 却在公开场合很少谈论对方 更没有互相捆绑炒作 此前 胡歌凭借伪装者 狼牙榜 大火的时候 作为前女友的薛佳宁也没有发生 更主动闭谈有关胡歌的话题 鲁豫有约中鲁豫提到薛佳宁主动闭谈胡歌 不捆绑炒作时 称赞其真的很好 很棒 胡歌也是感慨颇多 称 他是 他真的是很好 说完 磨了磨已经湿掉的眼眶 当鲁豫再表示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似乎有意再度撮合二人 胡歌沉默了许久 没有作答 端起红酒杯喝了一口 或许当时接受采访的胡歌正 处于新恋情之中 十年前 他出演先见其侠船里的逍遥哥哥 一炮而红 十年后 他用狼牙榜成功转型 引发全民讨论热潮 戏里的他死里逃生 从林书店成美长苏 戏外的他在06年遭遇车祸 面部一半以上完全混入 当时胡歌乘坐一辆商务车 从横店赶往上海 途中和一辆货车相撞 坐在副驾驶的女助理当场死亡 司机逃过一劫 胡歌颈部大动脉 还差一毫米就要被扎破 四天内经历了两次全身 麻醉的手术 他的生命是保住了 但是脖子和右脸缝合一百多针 整个左脸肿胀了几乎一倍 真正是面目全非 07年6月22日 胡歌正式宣布付出 他选择用 黑框眼镜挡住自己的伤疤 普通人都不愿别人看到自己的缺陷 更何况他的工作需要完美的颜值 虽然他说我已经做了24年帅哥 知足了 最好是钟楼怪人和刀大哥 可是103部戏 他都选择用刘海遮住右眼 拍写真也只愿意录 左脸 再加上媒体和观众 对他受伤后面容的过度 关注 让他压力很大 变得敏感和不自信 直到09年 他用女助力的名字 命名的希望小学乐成 他才真正开始坦然面对过去 他突然明白胡歌是个演员 而不是明星 他说回不去的皮囊 可以用思想填满 在宣言见天之寒中 他没有再用刘海遮眼伤疤 露出了额头 伤疤是真的很清晰 网友说他的仙气 是彻底随着车破烟消云散了 胡歌听了飞弹 没有生气 反而调侃说 既然是天之恨了 肯定的有条上天恩寺的痕迹吧 他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研究表演上 13年他演了两部话剧 《如梦之梦》和《永远的银雪宴》 其中《如梦之梦》 让他获得了第二届丹尼国际舞台表演艺术最佳男演员奖 再到后来大热的伪装者和狼牙榜 他都没有再留过刘海 过去的那段经历 放假之前是伤痕 放假之后便是勋章 胡歌心里的伤痕已经痊愈了 这两部戏里的主人公 都和他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 都经历过黑暗 从不因事学到成熟勇敢 有刻骨铭心的往事 内心却依然清澈坚定 在胡歌的这段经历中 有一个人很重要 必须要提到 就是薛佳宁 薛佳宁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与露易豹磊是同班同学 78年出生的他比胡歌大四岁 04年两人在拍 设天下无双十相识 在相处中 胡歌喜欢上了薛佳宁 可是他却因为两人年纪的差距 迟迟没有答应他的表白 胡歌从香港回来后 薛佳宁把他接回了自己家 方便更好地照顾他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 两人的爱情会开花结果时 他们却分手了 胡歌当时喝醉酒发了一条微博 但只是因为妈妈的反对 才导致分手 还说搞不好一冲动就去领证了 可惜第二天他就删除了微博 可是 事事难料 方回路转 14年 薛佳宁在横店拍 设天涯女人心的时候 胡歌多次到横店探班 并且还给他熬了鸡汤 带去了 蒋文用的风扇和冰袋 对他照顾的可谓无微不至 好似当初两人的身份 完全掉转过来了 就当大家以为两人会复合的时候 薛佳宁却说 我们不会复合 一直是朋友 仅此而已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奉献了最美的时光 和最纯最炙热的感情 却被狠狠伤害 伤口会愈合 只不过留下的伤疤会时时提醒你 所以薛佳宁选择了向前走 不回头 薛佳宁近期照片 近日 薛佳宁在微博里晒出了自己的近照 佩文 一笑一静 胡歌前女友薛佳宁晒40岁近照 笑容甜一美 依然年轻 薛佳宁因为天生长着一张娃娃脸 所以从她的脸上 丝毫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她笑颜盈盈的样子 真的特别有感染力 让人觉得十分温暖 看到她如今依然能够过得开心 也替她感到高兴 但是看完薛佳宁笑的模样 再来看她安静的样子 不免又让人格外神张 善良的姑娘值得拥有最好的祝福 希望你永远都这般笑叶 如花 也希望你和胡歌 都能够早日找到幸福